美国的疫情成为全球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国内的疫情保持很乐观的态度 他有意让美国在5月1号复试 究竟他用什么法宝可以让美国在半个月内可以控制疫情到可以复试呢 答案就是免疫症 什么是免疫症 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就告诉媒体说 美国正在探讨推出新冠肺炎抗体测试 通过测试的人就可以取得免疫症 然后提早回公司上班 以为重启经济活动做准备 什么是抗体测试呢 通过这项检测是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曾经感染任何的病毒 那么他的血液中是否拥有抗体 那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里面拥有这个对抗病毒的免疫细胞 那这样他要再次感染的风险就会比较低 更重要的是抗体测试是可以识别出无症状以及轻度患者的 除了美国 中国英国德国也已经展开了抗体测试 其中德国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捐血者啦 疫情重灾区的志愿者 还有居民进行检测 那研究员也说 大量的抗体检测其实是可以知道一个地区的群体免疫力 不过抗体测试的准确性其实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因为毕竟新冠病毒是一个新型的变异病毒 专家对它充满了未知 那如果它像一个季节性流感一样变化多端的话 现有的抗体也未必有效 另外测试盒也有可能会基于新冠病毒的抗体 跟其他冠状病毒的抗体相似 而错误鉴定为是假阳性 让人误以为它体没拥有免疫力 但实际上却没有 另外美国爱莫里大学的传染病专家德尔里奥也说过 拥有抗体也不代表它一定有免疫力 那基于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要靠抗体检测来获得免疫症 来让美国恢复部分的经济运作 这个算盘到底打得想不想 还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